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在王尔认识了一个说是黄祖哥哥的一个人 因那个密度子孙节奏骗走了他360万元 他说拿上这360万以后 他说一个星期把你的本景翻回来 再给你3600万 再过一个星期到一个月 他说给你3600万 他跟我说他是黄家多少代来这个传人 负责开这个库 这个库里边有金 菜包 还有皇帝用的那个棉花鱼 还有一个多少亿的一个纸票 这些东西我手机上见到过 这个国库开库的时候 需要大家积累一定的财富 然后这个紫禅达到一定数额中 才能开相应的国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